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第三张报表的构造 而这张报表是属于非常重要的内容 因为它会和后续关于企业价值评估里面提到的 实体现金流量 股权现金流量 针对于未来现金流量折现 那我们针对于这个模型去进行一个估算 企业的实体价值和股权价值 是属于非常重要的一张报表 而且管理用现金流量表中里面很多基础数据 是来自于管理用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所以往往来说可能三张报表结合在一起 让你去完成相应的编制 也是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的 好 主体思路 前面我们说了资产负债区分经营金融 利润是区分经营和金融 这里的现金流量也是区分 经营现金流量和金融现金流量 经营现金流量我们通常又称为实体现金流量 金融现金流量往往又称为融资现金流量 这两个现金流量我们说有一个比较好的匹配性 总体大的框架是实体现金流量等于融资现金流量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实体现金流量 这个是来自于企业在正常经营活动中 企业因为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等营业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还有就是与此相关的生产性资产的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所以你要和你传统的会计里面讲到的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不要和那一块相混淆 我们现在管理用现金流量表 只区分为经营现金流量和金融现金流量 没有提到有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所以比如说你在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中 你要去购买设备 这个就是属于生产性资产 为此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我们也把它放到经营现金流量 而你如果去购置固定资产 如果在会计里面讲到的现金流量 是属于投资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量 不要混淆 我们现在关于经营现金流量 包括两块 一块就是在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等 这样的一个正常营业活动中产生的现金流 还有一个就是与此相关 就是你要展开正常经营活动 与此相关的生产性资产的投资活动 那所产生的现金流量 这个主要投资是以流出为主 对不对 相对来说 好 这是把它放到经营现金流量 又叫做实体现金流量 那么金融现金流量是给企业去筹集资金的 所以说分为债务现金流和股权现金流量 所以债务现金流量是和债权之间的交易形成的 股权现金流量是和股东之间交易形成的现金流 那主体来说 它们俩的方向是用流出减去流入 债务现金流量的流出 税后利息费用 真金白银利息拿出去 那么向股东要进行鼓励分配 这是属于流出 流入是什么呢 那债务现金流量 净负债的增加 净负债的增加 是金融负债的增加 减金融资产的增加 主体来说 以金融负债的增加为主 那企业又去借钱了 对吧 比如说借了短期借款 借了这个长期借款 净负债的增加 这个负债不就是代表的是 我们会有资金流进来了 好 如果股权现金流量 它的流入 就是我又发行了新股 那么这就是股权资本的净增加 那么这和我们平常在理解时 讲现金流量 往往说是用流入减流出 这块怎么反了 这块怎么是用流出减流入啊 因为是为了和上半部分 经营现金流量 去实现这样的一个匹配 我们呈现出来的 讲的俗一点就是 上为下用 或者是下为上用 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啊 待会呢 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问题 这里面只是先讲了一个 它的整体的概念啊 经营现金流量和这个融资现金流量 它们呢 实际上我们所体现出来的 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 所以主体来说 管理用现金流量表 请大家要把它的这样的一个构造 一定要明确下来 多看几遍达到非常熟悉的效果啊 那么主体来说 在这个管理用现金流量表 是分为两块 一块叫做经营现金流量 往往我们又称之为 叫做实体现金流量 一块是金融现金流量 往往呢 我们又称为融资现金流量 前面已经讲了 金融现金流量 包括债务现金流和股权现金流 它们都是用流出减流入 税后利息费用是流出 股利分配是流出 流入是净负债的增加 是股权资本的净增加 流出减流入分别得到 我们现在呢 主体来说一下 这个报表的数据 税后利息费用 是不是非常熟悉 管理用利润表通的数据 净负债的增加 净负债的增加 用净负债的期末数减期出数 代表它的增加 这是管理用资产负债表通的数据 对吧 一般股利分配和股权资本的净增加 这个是代表的是已知数据 所以这些数据 我们说和前面讲的 管理用利润表 和管理用资产负债表 我们说拨不开干系 是要用到这里的数据了 但是我们重点要讲到的 是关于实体现金流量 它的几步走的问题 以及为什么在这一块 债务现金流和股权现金流量 是用流出减流入去进行计算 所以接下来的内容 请各位学员务必要好好取听 好 接下来老师开始讲解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实体现金流量 它的这个步走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加 得到了一个毛流量 有一个减 得到一个净流量 再有一个减 才得到我们的实体现金流量 首先我们看一下 它的一个毛胚 就是你要去算实体现金流量 那它主要是和企业经营活动有关 所以说它寻找的一个毛胚指标 是税后经营净利润 相当于我们要去做一个根雕 对吧 我们要去根雕一颗白菜 那我们要去找这个木头 找这个树根 找的要首先要最像白菜的 这样的一个树根 它也是一样的 和我们实体现金流量 因为实体现金流量 是指和营业活动有关的嘛 主体来说 你先不要往下看 就是它主要是和营业活动有关的 所以我们就先找的这个毛胚指 税后经营净利润 这个呢 它是用相当于主体的思路 是用收入减去费用 就是来自于经营活动的嘛 对吧 那么算出来的结果 它和我们实体现金流量 涨的最像 而且这个数据啊 我们也已经有了 前面管理用利润表 你不是已经会算了吗 直接到这里面去取数 但我们接下来发现 第一层 去进行一个调整 就是我们在算税后经营净利润时 是把折旧与摊销 注意 这里的折旧与摊销 不是累计的折旧与摊销 而是当期计题的折旧与摊销 它们是属于非负现成本的存在 非负现成本 比如说当期计题的折旧 10万元 对吧 我们在算相关的利润 经营净利润的时候呢 那我们是要把这个折旧与摊销 做了扣除 对吧 因为它虽然是属于非负现的 但是我们是作为成本费用的存在 在算利润时是要扣除掉的 你像企业如果说管理用的这个设备 去既提折旧 借管理费用带累计折旧 提出来的这个假如说这个10万元 那么它是在算利润时 因为进入到管理费用是做了扣除的嘛 那么现在但是我们知道 它没有造成现金流出 它是属于非负现成本 也没有造成现金流出 所以我把它加回来 这是第一层还原 我们还原出来 这叫做营业现金毛流量 为什么呢 这个时候还是比较粗的测算 因为你后续这块内容还没有考虑 就是我们在算实体现金流量时 还要考虑与此相关的 生产性资产投资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 这个主要是以流出为主 那你在这个生产性资产的投资 比如说你去有购置存货 这些流动资产会造成现金流出吧 去购置固定资产这些 也会造成现金流出吧 所以接下来它去减了两个项目 减了一个经营性营运资本的增加 减了一个资本支出 那这实际上所要解释的就是 减去了与生产性资产投资活动 产生的真金白银的现金流出 那得到的就是我们的实体现金流量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它为什么要减去经营营运资本的增加 和减去资本支出呢 我们首先看经营营运资本的增加 这个概念 经营营运资本是等于什么 是等于经营流动资产减经营流动负债 那么经营营运资本的增加 就是经营流动资产的增加 减去经营流动负债的增加 好 经营流动资产的增加 这是属于生产性这个流动资产的增加 这个要干嘛 这个是需要有资金来做支持的 但是我们知道 经营性流动负债的增加 比如说应付账款的增加 对吧 这是属于经营性流动负债的增加 付钱了吗 没付钱 所以把没付钱的给扣掉 剩下来的经营性营运资本的增加 相当于就是生产性流动资产投资所需要造成的资金流出 所以把它是减掉 对吧 你就要去理解 经营运资本的增加是等于经营流动资产的增加 减经营流动负债的增加 经营流动资产的增加 是购置与经营有关的生产性流动资产 它这个增加 减去经营流动负债的增加 这个是属于没有付钱的部分 扣掉之后 剩下的就是流出了 现金流出的 所以这是减去经营运资本的增加 也就是把生产性资产 如果是属于流动资产 所造成的流出给扣掉 那么还有固定资产等这些长期资产的投资 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资金流出呢 也得扣 所以减了资本支出 那这个资本支出是怎么算的呢 它不是说单纯的就是 静经营性长期资产的增加 它还加了一个折旧与摊销 这里加的折旧与摊销 和这里的折旧与摊销 是一个数据 那有些人说老师这里可以约掉啊 那这是后话了 我们后面是要有简化处理 是可以约掉 我们首先目前来说 看待的就是 在进行相关测算的过程当中的话 我们首先看的就是要理解 它的原理刚刚好了 减去相当于生产性流动资产投资 所造成的现金流出 那么接下来要减去生产性的 就是长期资产所造成的现金流出 那么净经营性长期资产的增加 净经营性长期资产等于什么 等于经营长期资产减经营长期负债 所以净经营性长期资产的增加 是等于经营长期资产的增加 减经营长期负债的增加 好我们也能理解 你减了经营长期负债的增加 是说明这一块你去购置一些 长期经营性的资产 没有掏钱的部分 对吧 是以负债的形式 确实是没有造成现金流出 就和上面这一块减去经营性流动 负债的增加一样的原理 我们能理解 但关键就是为什么要加折旧与摊销呢 原因就是你在上半部分时存货 比如说你去购置存货 这些经营性流动资产 它是不具体折旧 不进行摊销的 但是我们针对于 关于生产性的长期资产的这个投资 比如说我们以最简单的固定资产 为例来说的话 固定资产 它的这样的一个投资 对吧 那我们买下来之后 接下来 它是要计题折旧和摊销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折旧与摊销 以当期计题的加回去 其实还原出来的是它的原值的概念 举一个例子 我们假如说截止到 21年12月31号这一天 那么实际上我们去进行一个分析 当期如果说就是截止 因为固定资产是要计题折旧的 我们实际上如果说是关于固定资产 在期初的时候 比如说21年1月1号 它是新增了一个固定资产 期初固定资产没有的是零 对吧 然后接下来就在当期 我们新增了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呢 那我们所提到的固定资产新增 它新增了多少呢 假如说是新增了是10万元 对吧 就是购置了一台设备是花了10万元 这是当期增加的固定资产 你固定资产开始增加 从下月开始就计题折旧了 所以说截止到21年12月31号 它计题了折旧 它计题了折旧 也就是说当期计题的折旧 假如说是提了2万 分5年计题 那所以我们截止到21年12月31号 我们列示出来的固定资产 这个报表上面列示出来的固定资产 假如说没有减值是多少呢 列示出来的是8万 期初是零固定资产没有 那么当期由于购置了一个设备 花了10万块钱 然后呢 买了设备之后 下个月开始计题折旧 截止到期末12月31号 累计提了2万元的折旧 所以我们在报表中 列示出来的是固定资产 期末是8万 对吧 那你说好了 那我就知道了 假如说这个固定资产购置 它全是以现金支付的方式 不牵涉到是经营性 长期负债 这种方式形成的固定资产 那我们就说 这个固定资产 当时所当期所造成的现金流出 是8万 对吧 因为你报表中列示出来 我们这些数据是来自于报表中的数据 报表中我们看到固定资产 它是扣除了背底内科目后的净值 那你说它的账面价值是8万 你说固定资产 新增它的现金流出是8万 实际上是8万吗 不是 是多少是10万 相当于这么做的目的 那就是为什么要加折旧与摊销呢 报表中列示出来 是期末是固定资产 它的账面价值是8万 起初假如说是0 那你说8减0 那么也就说增加了8万 但实际上 我们还要考虑 它当期寄起了2万的折旧 把这2万折旧 考虑进来 相当于是固定资产原值的增加 那我们去购置固定资产 是按照原值购置的 那么它的账面价值是计题的折旧以后 这个折旧这个部分 我们也是要为此 要发生这个资本支出的 那么接下来 相当于这么做的目的 相当于在这一块啊 进行性长期资产的增加 等于经营长期资产的增加 减去经营长期负债的增加 再加折旧与摊销 对吧 相当于这个8万 仅仅是其中的 经营性长期资产的增加 再加上折旧 当期计题的折旧与摊销2万 那就还原出 其实是经营性长期资产 它的原值的增加 对吧 因为本身在这块里面 列实的已经是来自于报表中 扣除了折旧后的金额 那么再减去经营性 长期负债的增加 就是把这一部分 没有花钱的 给它做了一个扣除 那结合这个案例里面 经营性长期负债 没有增加 就减去零 所以列实出来的 这就是我们的资本支出 当期是10万 所以基于资本支出的计算 那我们把它展开之后是 经营性长期资产的增加 减经营性长期负债的增加 加折旧与摊销 对吧 那我们来列实 经营性长期资产的增加 在报表中 我们列实七出是零 期末是扣除折旧以后的金额 那么是8万 那么也就是 经营性长期资产的增加 列实出来的是8万 但是我们花钱真金白银 我们不善扣除折旧后的金额 所以我们把折旧 当期计题的折旧与摊销 加进来 还原出原址的增加 也就是购置了这个设备 我们一共是要花费10万块 那接下来就是看 你的现金流出 到底有没有10万呢 那就是要减去 经营性长期负债的增加 没有掏钱 负债形成的这个资产 之后的剩余部分 就是我们所造成的现金流出 而结合案例 经营性长期负债的增加 没有 那也就说它全是限购的 所以算出来 我们资本支出是10万 把它给扣除 对吧 这就能理解了啊 所以你不能说 你相匹配 你说经营性营运资本的增加 减掉 这里只减经营 净经营性长期资产的增加 不够的 还要再考虑资本支出时 我们要把这个折旧与摊销 考虑进来 至于这里的折旧与摊销是加 这里是减 这个折旧与摊销 确实是可以抵消 但这是我们的后话 如何去进行简化 先要理解的是 关于实体现金流量 我们在这一块 把它分解为三步取进行计算 第一步 寻找毛胚 这里的毛胚是什么呢 把税后经营净利润 还原为营业现金毛流量 因为本身税后经营净利润 它是从利润的口径 利润是用收入减费用 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些费用 它是属于非负现的 对吧 那么我们你在算利润时 要把它扣掉 但是在算现金流量时 那么它没有造成现金流出 我们把它加回来 所以要把它调整到 现金流量的口径 那由我们现在在算现金流量 所以这是很粗的 由利润口径 调整到现金流量口径 那么得到营业现金毛流量 那么再接下来 这两个部分相当于就是在考虑与此相关的生产性资产 投资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出 那么它具体来说又把它分为两大块 一块是短期 一块是长期 所以第二步减去短期经营资产投资用现金的部分 第三步就是减去长期经营资产投资用这样的一个现金的部分 对吧 短期经营资产投资用现金的部分 就是经营性营运资本的增加 长期经营资产投资用现金的部分 就是资本支出 而此时的资本支出 是用净经营性长期资产的增加 那么再加上当期计题的折旧与贪销 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好 这是我们解决了实体现金流量 先是寻找毛胚 接下来由利润口径调整为现金流量口径 再减去短期的和长期的 经营性这个资产的投资造成的现金流出 务必记清楚 资本支出 它的计算是等于 静经营性长期资产的增加 加上当期计题的折旧与贪销 所以当它给我们的数据里面 累计折旧 我们期出期末都有 那么这里的折旧与贪销 是用期末的累计折旧 减去期出的累计折旧 才算出来是当期计题的折旧与贪销 这一块也是这个意思 好 这是实体现金流量 那么债务现金流量和股权现金流量 我们刚刚讲了 它的思路是用流出减去流入 对吧 流出减流入 这和我们一般来说 这一块你这个融资现金流量 它主体的思路是流出减流入 和我们一般讲 现金流量净流量是用流入减流出 好像方向相反 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在这一块就是我们说 这两个现金流量 它们之间的关系 请大家想一想 好 首先我们看实体现金流量 它实际上在这一块 它的思路是用流入减流出 去进行一个考虑的 好 我们算出来的结果 因为实体现金流量和融资现金流量 是相等的 那么代表着什么呢 无非就是两种结果 它两相等 那么它是大于零 那么下面融资现金流量 也是大于零 第二种结果 因为它两相等嘛 对吧 第二种结果 它小于零 那么这里也是小于零 我们看看分别代表的经济意义 实体现金流量大于零 实体现金流量大于零 干嘛 那这个手就是上为下用 代表的是流出大于流入吧 那干嘛 我们在这块实体现金流量业绩好啊 对吧 那么算出来大于零干嘛 我们票子打扎的多 那我们可以去支付利息 可以去进行股力分配 所以流出大于流入 相反 如果实体现金流量算出来小于零 那就代表的是融资现金流量 也是小于零 那这个时候不是上为下用 反过来是下为上用了 怎么来理解 实体现金流量 哎呀 这个时候 那怎么办呢 对吧 你算出来小于零 肯定是一张哭点 不要紧 我们这个融资现金流量 投桃报李了 那我们在这一块 那你干嘛 我们要对你形成支持 因为你是小于零 代表的是流出小于流入 那也就说 如果你现在实体现金流量小于零 我们的税后利息费用和股利的分配 可能是一丢丢 反正是赶不上流入了 那么赶不上净负债的增加 赶不上股权资本的净增加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是需要依靠 融资现金流量 为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那么我们是要注入资金 对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就是下为上用 大于零 实体现金流量 哎 我们可以干嘛 熊揪揪去进行税后利息费用 去进行这个股利的分配 上为下用 反过来是小于零 是下为上用 那也就代表的是 我们实体这一块不行 那我们就需要通过融资这一块 去通过去金融负债 通过发行股票 去筹措资金 为我们经营现金流量 他去给他注入 这样的一个新鲜的血液 这就是一个我们在这一块讲啊 就是也不是说 就是这个这个非常的精准 就是只是以这个思路 来帮助大家对管理用现金流量表 去进行理解 那我们整体概括下来 管理用现金流量表 要求大家在我们学的这段时间 经常去看一下 这一周之内 哎 每天看个几遍 那我们说一周之后就已经很熟悉了 对吧 主体的思路就是 首先大的框架是实体现金流量 是等于融资现金流量 在实体现金流量分三步走 首先第一步毛胚是税后经营净利润 那干嘛呢 将利润口径调整为现金流量口径 那也就意味着是 加折旧与摊销 那么得到毛流量 接下来减去两项支出 哪两项支出呢 一个是短期经营资产投资的现金支出 这个就是经营营运资本的增加 再减去长期经营资产投资现金支出 这个就是减去资本支出 而资本支出是用 净经营长期资产的增加去加 折旧与摊销算出来的结果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啊 税后经营净利润 来自于管理用利润表 折旧与摊销是已知的数据 经营营运资本的概念 是在我们管理用资产负债表 期末减期出代表它的增加 那么还有呢 减去资本支出 这里的净经营性长期资产的增加 也是来自于管理用资产负债表 对吧 折旧与摊销 这个也是已知的数据 所以这样的话 实体现金流量是能够测算出来的 那我们刚刚也已经给大家讲过 融资现金流量这里面的数据来源了 好 所以关于管理用现金流量表 请大家务必要记清楚 那因为实际上我们在后面会提到 关于第八章企业价值评估时 就会讲到 针对于实体现金流量去进行折线 去求解企业的实体价值 那你首先实体现金流量来自于哪里 就是我们现在所介绍的这个概念 所以它会和我们后面企业价值评估 是出现跨章节的考核 好了 那么关于在这一块 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讲到 它的简化计算公式了 资本支出刚刚已经提到了 这是一个新的概念 所以如果说题目告诉你 让你去求资本支出 不怕 用净经营性长期资产的增加 也就是经营性长期资产的增加 减去经营性长期负债的增加 再加上折旧与摊销 得到资本支出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实体现金流量 寻找毛胚 税后经营净利润 加折旧与摊销 使利润口径调整为现金流量口径 再接下来减去短期经营资产 现金流出 再减去资本支出 就是长期经营资产的现金流出 对不对 那你减资本支出 这两个项目 相当于我们把它减掉 那接下来干嘛 我们就是会走的基础上 我们要会跑了 我们要对它去进行简化了 这个折旧与摊销约掉 那么把它去进行整合 那就调整为 等于税后经营净利润减去 它两个增加 而其中 经营营运资本和 净经营长期资产 就叫做净经营资产 所以说经营营运资本的增加 加净经营长期资产的增加 就是净经营资产的增加 所以实体现金流量 我们在后面讲的价值评估时 有一个非常便捷的计算公式 就是用税后经营净利润 减去净经营资产的增加就可以了 如果说这个净经营资产的 期出数 期末数都有 直接用它的期末数 减去期出数 就可以完成相应的测算了 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好 这是我们针对于 关于实体现金流量的 简化计算公式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股权现金流量 股权现金流量也有这个简化的计算公式 那这个简化的计算公式 那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前面讲了 它是用流出减流入 它是等于一个鼓励分配 减去股权资本的净增加 另外呢 我们刚刚也前面有提及到 因为实体现金流量等于融资现金流量 而融资现金流量是等于债务现金流量 加股权现金流量 所以由此股权现金流量 可以等于实体现金流量 减去债务现金流量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从这一块去寻找突破口 股权现金流量 等于实体现金流量 减去债务现金流量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啊 实体现金流量怎么算啊 刚刚才新鲜出炉的 对简化的公式 是可以等于税后经营净利润 减去净经营资产的增加 带入进来 而债务现金流量怎么算啊 债务现金流量 我们前面说了 它就是用流出减流入 那也就是用税后利息费用 减去净负债的增加 对吧 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 那也就意味着 我们把它带入之后 对它又去进行变形 我们用税后经营净利润 减去税后利息费用 再减去呢 净经营资产的增加 减去净负债的增加 好 基于此 税后经营净利润减去税后利息费用 这不就是管理用利润表吗 经营损益加上金融损益 或者说经营收益减去金融损失 这个叫做净利润 好 净经营资产是等于 净负债加股东权益的 所以说净经营资产的增加 减去净负债的增加 这就是股东权益的增加 所以基于此 我们关于股权现金流量 也可以把它用简化的计算公式 等于净利润减去股东权益的增加 这个公式 我们在这一块 其实单纯的从第二章的角度来说 考核的并不多 它主要是结合后续章节价值评估 企业价值评估 这一块展开的 所以在这里你先有一个印象 我们这个标凰的这两个公式 其实是和我们第八章企业价值评估 它的联系非常的紧密 那么在我们本身第二章的学习时 还是要求对管理用现金流量表 这样的一个比较复杂的 分三个步骤走的实体现金流量 和融资现金流量 它的这个计算公式 达到这样的一个掌握就可以了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单选题 某公司上年末 经营性长期资产 净值是800万元 注意 净值是把折旧给扣掉的结果吧 对吧 经营性长期负债110万元 今年年末 经营性长期资产的净值900万元 经营性长期负债150万元 今年计题折旧与摊销80万元 则今年的资本支出是多少 资本支出本身怎么算 净经营性长期资产的增加 加折旧与摊销 那么经营性长期资产的增加 是经营性长期资产的增加 减经营性长期负债的增加 而其中经营性长期资产 那实际上从报表中取的数字 是已经把折旧和摊销扣除后的 净值的概念 所以说 这就是上年末 经营性长期资产 报表中数据 这是本年年末 经营性长期资产 在报表中的数据 而我们本身在算资本支出时 它的数据就是来自于 我们报表中的数据取过来的 但我们在这一块要对它做相应的调整 所以本身资本支出 它的计算公式是 经营性长期资产的增加 对吧 那么减去经营性长期负债的增加 负债增加 再加上当期计题的折旧与摊销等 好 我们看啊 这里面经营性长期负债的增加 这个好办 经营性长期负债的增加 上年末是110 本年末是150 就是150减110 对吧 再加上折旧与摊销 当期计题的80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 经营性长期资产的增加 这一块呢 为什么它加折旧与摊销 原因就是因为你报表中 所取的经营性长期资产的增加 是扣除了折旧以后的净值的增加 对不对 所以才要还原成原值 因为企业去购置是按照原值去购置的 所以本身这个净值 就是来自于报表中的数据 所以经营性长期资产的增加 本年年末是900万 上年年末是800万 所以100减去40 那么再加上80 那么这道解正确答案是140万 它本身就是按照相关的公式 那也就意味着 净经营性长期资产的增加 是经营性长期资产的增加 减经营性长期负债的增加 而经营性长期资产的增加 是来自于报表中的数据 报表中经营性长期资产 它的这样的一个期末减期处 代表它的增加 而这个其实是已经是净值的概念 是把折旧给扣掉后的结果 对不对 所以在此基础之上 那我们再还原 那你这个算出来仅仅是这一块 那么减去经营性长期负债的增加 用现金流出的部分还不够 流出的不止这么多 要把折旧与贪销加回来 好 这道题它给你的是净值 如果这里面给你的是原值 那怎么办呢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下面一道题 A公司上年末经营性长期资产原值2000万元 经营性长期负债800万元 今年年末经营性长期资产原值2200万元 经营性长期负债940万元 今年具体折旧与贪销200万元 则问你今年的资本支出事 那我们要知道前面这一块 为什么要加它 因为这里面给的是净值 但是我们去购置是按照原值购置的 如果说在这一块已经列示出来是原值的话 那这一块的折旧与贪销 就不需要再去加回来了 对吧 所以基于此 本年的资本支出 那也就是说 你这个经营性长期资产原值增加了多少 上年末是2000万 本年末是2200万 所以相当于是增加了200万设备 这个购置 它就是按照原值购置的 那么这里面没花钱的部分呢 就是收购的呢 那就看经营性长期负债了 上年末是800万 本年末是940万 940减去800万 那么这就是有一个140万 对吧 直接扣掉之后 200万减去140万 那算出来答案选择的是C 那有的人说 老师后面这一块还要再加200吗 千万不能加 对不对 我们在这一块的话 你当期计题的折旧与贪销不能加 不能加进去 我们因为报表中列示出来的 如果他说报表中列示出来的 期末的长期资产是多少 经营性的长期资产 比如说固定资产是多少 他告诉你的是净值 因为报表上列示出来 是扣除折旧以后的净值 对吧 那除非他向这道题告诉你是原值 但你知道这个原值的这个金额 不是列示在我们报表上的 列示在报表上的金额是把折旧 扣掉了以后的这样的一个净值的概念 所以这两道题就是能做一个很好的比对 去帮助我们理解资本支出怎么算 它是等于净经营长期资产的增加 加折旧与贪销 而净经营长期资产增加 是等于经营性长期资产的增加 减经营性长期负载的增加 其中经营性长期资产的增加 那么我们在这一块 那来自于报表中的数据 是期出期末已经扣除掉折旧以后 净值的这个数值 我们用期末数减期出数 代表它的增加 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看一下下面一道单选题 某企业20某一年的净利润是800万元 股东权益年出数是1600万元 股东权益年末数是1800万元 则该企业今年的股权现金流量是多少 这道题目考核了什么呢 考核了你这个公式 净利润减去股东权益的增加 对吧 就很简单了 我们本身在进行计算时 净利润是800万 减去股东权益的增加 1800减1600减去200万 所以最后算出来是600万 这道题的答案选择的是A 股权现金流量是等于净利润减去股东权益的增加 好 再看 假企业2020年的利息费用是200万元 平均所得税税率是25% 年初的净负债1200万元 年末的净负债1500万元 该企业2020年的债务现金流量是多少 债务现金流量用流出减流入 流出就是税后利息费用 利息费用200万乘以1减25%流出减流入 流入就是净负债的增加 它的净负债增加了多少呢 年末竟负债1500 年初1200增加了300 对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把它算出来是负的150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选择的是C 我们到目前这个阶段还是要求各位学员能够针对于管理用资产负债表 管理用利润表和管理用现金流量表相关的这个数据 那计算达到一个非常熟练的程度 要求大家在这两周之内每天把这三张报表好好的去看一下 我相信两周之后那实际上这个公式已经非常熟悉了 这样每天可能就花那么十分钟去看一下这个报表的框架 就已经可以达到非常熟悉的程度 好 再看一道多选题 A公司呢20某三年的税后经营净利润是500万元 折旧与贪销是70万元 经营营运资本增加60万元 分配股利60万元 公司当年没有发行权益证券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有 A公司20某三年的营业现金毛流量是 毛流量是寻找毛胚在税后经营净利润的基础上 加折旧与贪销 那算出500期没问题 对吧 那么所以这个是570对的 那下面讲到的毛流量是340就错了 好 再看股权现金流量 股权现金流量呢 我们说它可以用净利润减去股东权益的增加 或者是用发放掉的股利减去这样的一个 就是我们所提到的是通过发行股票筹集到的资金 对吧 就是通过股权资本的增加 那么这道题目里面它没有讲股权资本有增加 为什么呢 因为它当年没有发行权益增券 所以它没有流入 没有股权资本的增加 它仅有流出 就是分配股利 所以股权现金流量用流出减流入算出来就是60 所以说C是对的 那么D就是错误的了 这道题的答案选择的是AC 考核的公式是毛流量的计算是用税后经营净利润加上折旧与摊销 那么关于股权现金流量考核的公式就是用股利分配减去股权资本的增加 是这样的一个计算思路 好 那这就是我们三张报表 管理用资产负债表 体现出来的是 就是净经营资产等于净负债加股东权益 那么关于管理用利润表体现出来的是 税后经营净利润减去税后利息费用得到净利润 还有关于管理用现金流量表体现出来的是 实体现金流量等于债务现金流量加股权现金流量 那么这是他们的大的方向 然后小的细节是提醒大家一定在这段时间里好好去看上几遍 感谢观看